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這個妝容會主要專注於硬妝的部分 會用簡單的技巧化出心碎的輪廓 就算是初學者都很容易上手 我今次選了一個coverage中度的粉底均勻膚色 我首先會用手指均勻地點在全面 然後再用foundation blush去blend開粉底 之後就會用到我已經用了很多年都沒有變過的遮瑕膏 主要是遮黑眼圈和有暗層位置的地方 我自己最近喜歡用cushion裡面的poppop來印開遮瑕膏 接著就是定妝的部分 其實這個我原本是用來出街補妝用的 因為細細合好方便攜帶 而且粉質都很不錯 價錢又很便宜 是我之前去台灣旅行的時候買的 接著就要畫輪廓出來 我最近也是用這支contour stick 我覺得它的顏色很適合我的膚色 夠自然 而且用它來打底之後再上陰影粉會更加long lasting 我也是畫在鼻子、臉頰和下巴的位置 然後都沒有用什麼特別工具 就用手指去blend翻開 都可以好均勻的 好均勻的 終於到今天主題了 眼妝的部分 都可以選擇了 但眉筆的顏色 我選擇了稍微比平時深一點 這樣可以更加突顯眼神和眼部的輪廓 而且我這次眼妝的部分都選用了 還有一個Tom Ford的產品 眼影我就選用了他們的 iColor Quad Visionary的 C光霧面質地眼影 他們演繹到很精緻、動人、高貴、點牙、女性的味道 四格都有不同大小的閃粉 而閃粉又可以令我們眼睛有放大的效果 日妝和晚妝都很適合用到 而且這盒眼影光澤粉質都很滑 顯色度、持久度都很不錯 而且還有最閃光的一格 是我自己特別喜歡的 因為我發眼妝的時間比較長 不如就讓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Tom Ford的故事 因為我自己向來都很喜歡 Tom Ford這個品牌 原來Tom Ford是個處女座的人 固然就是完美主義者 所以對於他來說 美感是非常重要 他一直都把自己對美的見解 和他收睹建築學的背景 融入在這個品牌之中 而且強調品牌的理念 是臉部建築美學 Face Architecture 他有一個理念跟我很相似 就是每一個人的樣子 其實都是獨一無二的美麗作品 我們應該找出最適合自己的妝容 凸顯我們與生俱來的完美面孔 再通過修飾角度和線條的粗幼 放大我們面部的優點 創造自信 繼續感染身邊的人 說回現在畫到哪裡 我最近都喜歡用眼影盤 裡面最深色的顏色 先畫一條眼線 再根據看你當日照的照片 是濃還是淡 去加不加一條眼線在上面 然後我就會用手指上 我最喜歡的閃粉 因為我覺得用手指上是會貼一點和閃一點的 然後在下面眼頭都加回同樣的線粉 那眼影的部分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想突顯我的眼妝和輪廓心碎一點 所以我就會用到一支啡色的防水眼線膠筆 在我剛剛用眼影畫了眼線上面 再加深顏色 那眼妝的部分就搞定了 就是這樣 胭脂我用了一隻橙空偏紋的顏色 因為我都想營造更自然的感覺 不要搶著眼妝的focus 我除了喜歡畫面盒之外,也喜歡掃少少在鼻子上 然後再上一層陰影粉,在剛剛用過陰影筆畫過的位置 來到這裡,我們的妝已經完成了90% 加上highlight在眉骨、鼻哥和嘴唇上的位置 最後再塗上唇膏就完成了 我也是選了很自然的顏色,點上去,然後再用手指印開 等效果更加自然 按過妝就大功告成了 ik описании 3 1 2